莫重138克 永重121克的南洋大豆虫CCB終於羽化了 然而還是有些遺憾 一起來看看他的狀況如何 此外也有兩個好消息要分享給大家 請大家要看到最後喔 之前的影片中 體重峰值144克 莫重138克 永重121克的南洋大豆虫CCB在2月28日羽化了 不過很不巧他挑在我最忙碌的時候羽化 我本該全程監控羽化過程 但卻錯過了他的羽化時間 當我發現他羽化時 他的刺鞘中間壓到了導致後段爆開 左邊類似卡到刺鞘而無法順利收入 當時的刺鞘顏色已經呈現紅棕色了 所以我只能讀一把幫他進行刺鞘整形手術 總之發現當下的我非常緊張也非常沮喪 只想趕快幫他手術 所以過程完全忘記錄影了 這段影片是隔天拍攝的 他的刺鞘後段的小燕尾仍然無法完全貼合 未來交代取下後的刺鞘是否能閉合 我其實也毫無把握 但至少那次已經自己收好了 萬幸啦 總之就只能這樣囉 這隻的胸腳和頭腳真的是上上之選 非常對稱修長 可惜沒有完美羽化 然而儘管如此 我對他的表現已經極度滿意了 至於他的體長嘛 目前我無法透露 不過他的胸腳長度和當初測量泳的胸腳伏跡值還蠻一致的 真的非常誇張哦 希望他們平安度過直伏期吧 在這裡順便跟大家報告兩個好消息 第一個好消息是 2024年台灣國際昆蟲博覽會 將在3月2日星期六在台北花博珍宴館舉辦 三菱沖訪會在攤位K16與大家見面 歡迎有來參觀的人過來找我哦 展覽資訊連結我會放在資訊欄中供大家參考 第二個好消息是 三菱沖訪的肆域耗材準備上市囉 目前我們的主打產品是Classic S系列耗材 包含專用型兜土、高發酵墓穴 以及高添加俏用墓穴這三款 前面那隻超級南洋大豆蟲 就是全程使用Classic S高發酵墓穴飼養的哦 有興趣的朋友或廠商歡迎來攤位找我 那麼我們3月2日見啦 掰掰